狗狗容易得哪些心理病? 1.抑郁症 狗狗患上忧郁症的征兆时 喜欢睡觉,一声不吭,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等 2.狂躁症 有时狗狗会显得很暴躁,甚至想咬主人 这时主人也许会觉得这只狗有病 殊不知自己错误的训练方式 已经给狗狗的心理造成了巨大创伤 3.分离焦虑症 有些独自在家的狗狗就会患上分离焦虑症 在主人出门的时候会很敏感 甚至在你不在家的时候 它做出一些破坏的行为 4.狂犬病 患上狂犬病的狗狗 一个是病理导致 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性格改变导致 可能从小受到某种刺激 造成了心理阴影 当再次受到某种刺激时 就有可能诱发病症的发生 5.恐惧症 狗狗患有恐惧症 一般是发生过重大事件 例如是虐待 自然灾害等 会让狗狗想起来一些痛苦的回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